2022年冬奧會 是中國冬季體育人 期盼已久的盛會 尤其是對現役運動員來說 他們更加渴望著 在家門口突破自己 為國爭光 繼續我們的冰雪園中國夢 一起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關於李家軍 必須要說這樣兩句話 李家軍一個人取得的運動成就 超過其他中國男運動員的成績總和 在冬奧會歷史上 中國男選手一共獲得11塊獎牌 李家軍獨得5塊 在短道速華世界盃的歷史上 中國男選手一共8次獲得年度總冠軍 李家軍獲得了6次 在短道速華的世界錦標賽 和世界團體錦標賽的歷史上 李家軍一共獲得過14塊金牌 而中國男隊世界賽的金牌總數是24塊 中國男子短道速華運動員 一共在世界三大賽上獲得過33塊金牌 李家軍一個人就獲得了20次世界冠軍 排在第二位的是獲得過7次世界冠軍的五大禁 1994年 李家軍第一次登上奧運會的舞台 當時男子設置了三個比賽項目 李家軍在500米和1000米比賽中 均進入1 4分之1決賽 並且參加了接力比賽的半決賽 1996年是李家軍的突破年 是中國男子短道速華捅破窗戶紙的一年 他先是在哈爾濱亞東會上獲得兩塊金牌 然後獲得了世錦賽的男子1000米金牌 並且在那年開始舉辦的 第一屆短道速華世界杯賽上 贏得全能總冠軍 這是中國男子短道速華的 第一個世界冠軍 每年的世界錦標賽 還有團體錦標賽 包括一些世界世界杯比賽 要說中國女運動員拿不著獎牌 那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是到1996年的時候 真就是女子一個千三名 好一個冠軍都沒有 千三名都很費勁 但是就那一年就撐起來 我拿到了那個男子 在荷蘭海牙的一個1000米世界冠軍 當時 因為那時候 我們從小都一起長大 觀音非常好 像大安陽 小安陽 王春陸 孫丹 就我們都是同時期進入瓜對的 那個時候她們女孩的說法 就說我們這次就成全了你 你看我們把我們所有的那種 這些洪荒之力啊 都聚在你身上了 就是我們這次女子 全軍覆沒 一塊沒拿著 但是你替我們完成這個心願 但是自從那次拿完之後 我就再到比賽場 就包括第二年 我就突然感覺不一樣了 因為從96年之後呢 一直到自己推 06年 這十年自己一直在創造 各種級別賽事的這種第一 那次拿完之後 突然就覺得 一忽然開朗了 就覺得這個窗戶已經被捅破了 好像現在我還是一上場 我還是不進到決賽 我都覺得都自己 自己對不起 自己訓練 突然一下就這個 腦洞就開了 就覺得 這比賽應該是這麼去比 我應該用比賽呢 不是一味地說我去 這個用戰術呢 總是被動地去 怎麼去破解別人 而我現在有能力了 我可能更多要掌握那種 控制權 在場上那種主導地位 2002年嚴護城冬奧會 中國短道塑滑女隊 陣容騎整 主將實力突出 相比之下 男隊的陣容水平 差距相對較大 李家軍意識到 自己必須一個人擔當起 中國男子項目的 幾乎全部責任 這屆冬奧會 李家軍在500米的 1 4分之1決賽被淘汰 在1500米決賽中 緊隨美國的阿波羅之後 獲得獲牌 並且和隊友一起 贏得激勵的獲牌 而最有戲劇性 和永遠流向話題的 則是1000米比賽 2002年端會 那時候在各項目上 我都非常有實力 成為那個實驗人 可能最好的一個選手 因為連續的幾屆 這個世界錦標賽 我都是全能第一 之後呢 我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 對吧 每一個上場 跟我一組的隊員 都想法 設法 研究 例如像韓國吧 例如能讓我們尋找 最終獲得冠軍 在預賽的時候 誰碰到你 他都會給你更多的這種關愛 對吧 怎麼是在預賽 第一輪就開始消耗你的體能 消耗的能力 給你創造 製造各種麻煩 就是讓你給你留個什麼 記錦的時候留個什麼小空隙啦 讓你一轉在空子 我馬上就 這空就沒了 讓你翻歸等等 就是要面對 其實回我想說不是那麼簡單 往往要面對更多的困難 那次那個 我1000米是非常有實力的 進入決賽之後 我們前面四個都摔倒了 第五的那個人是澳大利亞的 他因為能力水平不行 但是運氣特別好 他從比賽第一輪就開始撿 我們的比賽特點是 前兩名進入到下一輪裡面 他從預賽的時候 前面就開始摔跤 他就一直撿到決賽 到決賽之後呢 我們四個人在前面滑 他根本就跟不上 就是他能力水平不具備 他跟不上我們 所以我們前面四個爭的時候 一起摔倒了 他沒有把他絆倒 他就 而且他離得特遠 特遠 他又拿冠軍嗎 最終 在2002年的岩湖城 女選手楊楊實現了 中國冬奧會金牌0的突破 成為民族英雄 而一個人擔當著 中國難對全部責任的李家軍 則因為命運的戲劇性 對手的強大等多種原因 距離成為楊楊那樣的英雄 只有一步之遙 生活不止一次告訴過我們 一步之遙 分秒之差 往往就是天壤之別 這種獨特的經歷 恰恰使李家軍得到了一些 只屬於他一個人的人生感悟 和專業領悟 2006年冬奧會 中國隊的整體實力 和上一屆相比又有所下降 難對方面 第四次參加冬奧會的李家軍 仍然是絕對主將 以前500米比賽 雖然韓國名將安賢豬獲得金牌 但李家軍獲得了自己的 第五塊奧運會獎牌 1000米比賽 他稍微有些不幸 與美國的阿波羅 和韓國的安賢豬同組 遺憾出局 但是500米比賽 是當時李家軍最強的項目 我最近是把應該拿冠軍的概率 應該是在90% 在半決戰的時候 美國那隊員阿波羅 也是非常著名的運動員 他在衝刺的時候 把這個手啊 就彎到我們都有時候的伏兵 他把手插到那個腿 兩個腿中間 把我拌了 就我沒法去抬腿衝刺 結果划完之後 裁判又沒有判阿波羅犯規 退役後 李家軍指教過中國青年隊 然後根據東運中心領導的安排 開始接觸其他冬季項目 這一經歷讓他認識到 不同項目之間的差異 生是冬季人 死是冬季鬼 李家軍用這樣一種 斬釘截鐵一無反顧的語言 表達了他對冬季運動的熱愛 並且間接地表達了 他對短道速化運動的留戀 不是每一個運動員 都會用這樣的語言 表達他們的熱愛 不是每一個 中國冬季項目的從業者 都在自己的青春歲月裡 就已經打上 這種執著熱愛的烙印